日本黃金洲就要到了 但是日元兌換美元是跌破了160日元的關卡 也創下了34年來的新低 所以也讓這黃金洲要出國的日本遊客大喊吃不消 更有人是節儉出國 帶上了像是白飯跟麵條 準備要到當地烹飪 就是要來減少部分的旅行開銷 甚至還有人是隨時帶著計算機 打算在花錢消費的時候 認真的精打細算 不過另一方面對台灣人來說 這可是有日的大好時機 因為上市29號台灣銀行的日元現鈔牌告假 直接是扁破了0.21字頭 以0.2095元開出 相較去年12月中的高點0.2227元 等同於換算下來 現賺了3.2萬日元 折合下來差不多就是一家四口的迪士尼門票 加上5碗拉麵 而為了因應民眾的換匯需求 現在全台已經有破千家的外匯ATM 也加入了現在換匯供貨的行列 不過到日本旅遊不只刷卡 現在行動支付也很夯喔 像是我們就問了幾個龍頭 他們說像是接口支付 就說從2月底開通反掃通路之後 三月的交易金額月增三倍以上 還有像是全支付四月的日本跨境支付 同樣大幅的月增三倍 而且持續成長當中 那像是玉山wallet也統計說 近一個月的交易量 比一開始上線的時候 成長量也高達十倍以上 所以現在台人遊日 商機無限 兩個月的交易金額月增与 下方的交易金額月增与